创作的灵感是很肯定来自记忆的重叠 还有是要将自己变得很微小 无论是昆虫或者是某一些形态的作品 实际都是追求一个自由 当我们找到一件作品 我要释放自己要表达的时候 那个实际是一种压力 但是当我穿破的时候 这种就得到一种自由的释放 比赛朗基罗 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 那种流光、激利 这个令到我在做珠宝雕刻的时候 或者穿戴上手指 或者戴上做颈链的时候 我都会在一个光上面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 心灵的光和物质的光 当这种光进入保蕉的表面 我会不断地探索 直到找到光可以走入这个保蕉的某一个位置 我会在那里开一个窗口磨一点 之后最用光 最探索里面的色彩或者晶晶度的分布 整个Wallets Cut从开始到完成 我是用了两年半时间的 我在后面的背脊做了一点的时候 正面看 发现原来出现了五个人 你看到左的原来是右的 看到深的原来是浅的 开始锻炼这个逆向思维和逆向的工艺 如果说挫败 实际每分钟都看着挫败 我不会想明天 我只是掌握这一刻 这一刻 我这件作品能够达到我的目的 明天应该会继续演变 这个作品 每件的作品 每一次的工艺 甚至乎我要去做工具 去满足我的好奇 我希望我的创作 直到离开了我的时候 它仍然有活力与世长存 是成为时代的象征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 什么都带不了 走的时候 只有留待时代的记忆 我是Wallace Chan 陈世英 我是透过宝石、金属 或者各种不同的物料 去演绎我的人生 我的生命